家人们 我居然在海底中了珊瑚 才拿到了BSD潜水证书 来三亚 怎么能不潜水呢 先素颜 擦点防晒泥 化妆品和防晒霜都会造成海洋污染 然后换上潜水服 去泳池进行潜水培训 搬带好装备 准备上课 准备了孤寂 不要这样 但是现在就是孤寂 第一层见孤寂 第二层应该是孤寂 OK 这代表我潜水没有问题 所以你继续在潜水 有什么问题上来就叫那个孤寂 孤寂完咱们再下 你这层应该是不愧 不管你吸着不愧 还是不愧是不愧 自己再复习一下 就出发去进行真正的海底潜水了 第一次潜水 需要家人们的小心心鼓励一下 海底世界也太美了吧 多亏了珊瑚 为海洋生物提供住所 维系整个海洋的生态平衡 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珊瑚礁 以及严重碰化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爱护海洋 潜水时不能触碰任何海洋生物哦 今天我也要外保护海洋出一份力 现在就去种珊瑚 这些都是别人种下的珊瑚 都已经长得非常牢固了 先挑选一颗珊瑚断质 用夹带把它固定在人工胶体上 这就搞定了 那必须帮玩宝们也种一颗 过段时间它们就会慢慢长大了 最后还拿到了DSD潜水阵数 家们记得帮我去看看咱们的小珊瑚哦